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們一緣大概是15分鐘 讓我稍微投資一下時間 然後我們院子上每個人都使用中文 但是Sex在講的時候它會用英文 然後他們會協助用別的方式 用Summary的方式把它的東西繼續翻譯 可以放到這邊 如果有一個繼續文負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可以放一下 大家好 那同樣的我大概有15分鐘的時間 因為今天講的是身份、影子權跟自由 那我是被派到自由的主題 所以我就是把使用軟體或者使用網路 這件事情它的自由是什麼 稍微做一個背景上的說明 也不是什麼獨到的簡介 但是就是把它串在一起 我們說叫做Freedom Zero 這個字是從1985年 自由軟體基金會 他們所定義出來的 當時呢他們在定義 叫做自由軟體的時候 他們說一個軟體要有四種不同的自由 才能夠叫做自由軟體 第0 第0 是這個軟體必須要不限制它的使用者 怎麼樣使用這個軟體 也就是用任意用途的自由 那第1 他要容許使用者 如果覺得對這個軟體 哪裏功能不滿意 要能夠修改它 那是自己修改 第2個 如果這個使用者覺得這個軟體很棒 他想要推薦給他朋友 他應該可以直接複製給他朋友去用 那當然1加2呢 就是等於3 所以自由之3 就是說如果你對這個軟體的製作者 哪裡不滿意 你可以自己成為新的製作者 那我們現在把它叫做分支出去 就是說你可以修改 然後再把你的修改 再傳播出去 就這樣子的自由 那在當年1980年代 提出這四個自由的時候 自由之一 之二 之三 是比較已經看到的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比較流行的 是軟體 好像說Windows啊 Office啊 可以賣很多錢 那所以說 大家就覺得說 欸1 2 3是一個很激進的一個想法 那但是呢 自由之靈 就是說任意用途呢 大家覺得不太需要提 為什麼呢 因為你裝了Word 或者你裝了Excel 它本來就沒有在管你做什麼用途 不管你是自由軟體也好 你是私有軟體也好 自由之靈都是 就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嘛 當時大家是這樣想的 那是80年代的事 那到了90年代的時候呢 有一群人覺得說 自由軟體基金會 一直這樣子說這四種自由 可能不是很潮 所以說他們想了一個新的講法 叫做開放圓馬 Open Source 他們成立一個新的基金會 叫做Open Source Initiative 他們在說的就是說 如果你讓你的軟體很容易的讓使用者改 使用者就比較相信你 如果他讓使用者能夠自己傳播 那這樣子就不用做行銷 如果使用者能夠自己分支 那更好了 有人幫你開發 有人幫你除錯 他希望說服全世界說 這是一種比較好的開發軟體的方式 20年過去了 基本上全世界都同意 包括微軟都同意 開放圓馬是一個比較好的開發軟體的方式 但是今天並沒有要講這三個 今天我們回來講 就是說在FreeSofer Definition裡面 列了一個就是任意用途的這件事情 到底什麼叫做 我們有用一個軟體的自由 一個軟體呢 因為我是寫試算表的 所以我都把它想成一個算盤 如果你今天在巷口的書局 買了一個算盤 然後你就開始打算 在台灣呢 我們剛才跟SES聊天 這個他很驚訝的 發現竟然還有人會使用這種古老的計算儀器 然後呢 甚至他去城隍廟的時候 都看到他供奉在上面 顯然大家對這種古老的計算機 非常的尊重 那 總之呢 當你買到一把算盤的時候呢 你當然會覺得說 我拿它來愛打什麼就打什麼 我要算什麼數字 我就算什麼數字 甚至如果你諸算練到一個程度 你不會覺得那是一個工具了 你會覺得說 那就是你的手的一個部分 你想到什麼就打一打這樣子 那這個是人對於工具的一個延伸 當你一個工具用得足夠熟練 輸出跟輸入足夠快的時候 你會忘記那是一個工具 你會覺得說 好你這個就是我會的一個東西 OK 那 現在呢 假設你現在買了一把算盤 然後呢 你是在舉例來說 美國買的 然後你過了海關 然後你開始打它 就發現它卡住了 上面顯示一個訊息說 你離開了第一區 你到了第三區 這個算盤沒有辦法繼續運作 你會不會覺得說這個算盤好像在背盤 這是非常的不方便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說 這年頭有一些東西是這樣子的 再舉一個例子來說 如果你現在在打算盤的數字 不管你現在加總打到哪裡 它上面都有一個無線晶片 透過網路透過衛星 把它傳回那個算盤的製造商 你也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有些東西 都不要在這個算盤上面打了 它好像呢 讓你覺得不安全 那同樣的 在在算盤上是很難想像的 但是在某些軟體裡面呢 每天都在發生 最後 如果你在買這個算盤的時候 它附上一個許可證 說 這個算盤因為很便宜 算你五折 你只能用來計算非盈利的東西 教育性的東西 你算出來的數字 不能拿去賣錢 不要說有很多很流行的軟體 像Sketch Up 像Gealgebra 都都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算出來的東西 你就不要賣錢 這樣子的話 我就算你很低的折扣 或免費給你 但是如果你要拿去賣錢 我就說你還有很多錢 那同樣的 你這樣子在打算盤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它好像不是你身體的部分 它好像是某個外來的東西 好像是某個人 在透過這個 控制你的使用 以上這三種情況 讓人覺得不方便 不安心 不自在 那就是在影響任意用途 只要有一件事情發生了 你就不是在哪個軟體 或這個工具做任意用途 那這件事情呢 在2001年的時候 也就是微軟剛剛開始改寫的那一年 他們推出了一個叫做 Shared Source 分享圓碼的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 微軟開始把一些程式碼拿出來 讓你知道說 你正在跑什麼程式碼 你也可以改 但是你改了之後 不能給別人用 或者是說 你只能做學術研究用 你不能拿去賣錢 剛剛好就是剛剛講的那個狀況 好 那這個時候呢 Tim O'Reilly 就是Open Source這個概念的提倡者 他覺得微軟這樣子做 已經算是賣進一步了 已經比他本來那個黑箱好很多了 所以他覺得說 這應該是鼓勵 但是呢 O'Reilly Quinn跟Richard Stallman 兩個都是 就是自由軟體的大頭們 他們就認為說 這樣子呢 好像是會混淆屍體 O'Reilly那個時候就說 你們FSF 說Freedom Zero 是用任何目的用途的自由 他覺得這個還不夠基本 應該最基本的 才能夠叫做Freedom Zero 所以O'Reilly提出一個新的 Freedom Zero的概念說 軟體的創作者 應該有設定那個軟體 應該怎麼樣會去使用的自由 也就是說 我如果現在做一把算盤 我希望這個算盤 只能用來在美國算 不能在台灣算 那應該是製造商的自由 他認為這個呢 才叫做Freedom Zero 那當年我們大家都 在這場論戰裡面是旁觀者 那康恩跟Stormann就寫了一篇 非常嚴重的一篇文章 非常重要的文章 叫Freedom or Power 那在裡面他們說 自由是什麼呢 自由是你能夠為 主要是關於你自己的事情做決定 這樣才叫自由 當你做的決定是影響到 或特定一大堆人的時候 那個不叫自由啊 那個叫Power 那個叫做權力 也就是說 如果一個算盤的製作者 他做出一把算盤 他只能用來用二進未算 不能用十進未算 那是他的自由 他只用來給自己打 但是當他在上面說 你用這個算盤 只能在美國用 不能在台灣用的時候 他已經想要到 所有在台灣的人 所有在美國的人 也就是說 他這個時候 就不能叫做Freedom 而應該叫做Power 所以在這裡 康恩跟Stormann 有一個非常清楚的區分 就是說當你在用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的自由 應該就是主要關於 你能夠怎麼樣自己去用它 那以上呢 聽起來都非常的抽象 事實上在80年代 90年代 也不太有人關心這件事情 但是後來呢 到了這個世紀呢 這件事情突然直接 就變得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在軟體界 大家的網路夠快了 硬碟不要錢了 好啦幾乎不要錢了 總之呢 現在在別人的機器上面做運算 運算之後 再把那個運算的結果 顯示給你的瀏覽器 這個叫做Software as a Service 就是作為服務的軟體 那這件事情呢 這有一個比較潮的用詞 叫什麼雲端運算 好 那總之 不管它叫什麼名字 突然之間 你用Google的 或者你用Dropbox的 或者是你用Flickr的影像編輯軟體 或者是隨便怎麼樣 這些事情突然之間變得很方便 而且比你自己安裝軟體 要來得容易 我有 那因此 所有人都開始覺得說 好那這樣子 我用一個網站來幫我 算式算表 來幫我這個做影像編輯 是一件很方便又很容易的事情 可是呢 這樣子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網站架佔的這個人 擁有的權利 比做這個軟體的人還要高 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就是我有架一個 試算表的網站 叫做EtherCalc EtherCalc 你只要連到我的這個網站上面 你就可以像用Google試算表一樣 但是你還不用登錄 就有很多人用這個來做計算 來分享 這樣子 那 但是呢 因為這個軟體是跑在我的電腦上面 所以其實每個人打進來的每個數字 我都看得到 我有寫一個 Privacy Statement 也就是告訴大家說 我絕對不會去看你的資料 而且 我每七天 如果伺服器沒有什麼異常 我就把伺服器的記錄清掉 我不會知道是誰連過來的 就算有人來攻擊EtherCalc 我都不知道是哪個人來的 因為記錄已經清掉了 但是呢 那要你認識我 而且你相信我 我講的這句話才算數 如果你不認識我 也不相信我 那你為什麼要在EtherCalc上面做運算呢 因為它很方便 這是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如果我現在是跑EtherCalc這個站的站長 我要刪除記錄 我要不去看你的資料 我要花額外的力氣 對於一個一般設計網站系統的人 他留著這些資料 他什麼事都不用做 他即使不想要去看它 所以也就是說 在以前 當我把軟體賣給你 或者是我把軟體傳給你的時候 我本來就看不到你的資料 但是在這個新的 雲端運算的情況下 我要不看你的資料 我要花額外的力氣 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呢 大家會說 好比像說我們現在在手機上面裝App 它有一些方式來限制應用程式 能夠看到哪些資料 能夠做什麼運用 好比像說 當應用程式要看你的聯絡人的時候 它會問過你 當應用程式要聯網路的時候 在Android上面 直到這一版為止 它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給這個應用程式 聯網路的權限 不過下一版它就不會問 好 那我在做一個字典 叫做蒙典的時候 我們蒙典的設計師 今天在這邊 視覺設計師 那蒙典呢 它是一個字典 你翻字典 當然不應該要聯絡到網路 所以蒙典當時在Android上面 你安裝的時候 它會跟你說 它不要求任何的權限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很安全 這是一個值得新來的字典 但是呢 當我們改版到 大概三版的時候 就會有人開始要求說 那我想要聽這個台語 或這個國語 或這個客家化的真人發音 我們真人發音的資料 大概有5G那麼多 那如果一下子安裝 就要使用者安裝5GB下來 那可能是 這個不太有人會裝這個軟體 那所以說呢 我們就只好怎麼樣呢 你在按發音的時候 它就去抓那一個詞的 錄音檔下來播放給你聽 可是為了這個 我們就要跟你的手機要求 完整的 連所有網路 所有網站的權限 結果使用者開始說 那我怎麼知道 你不會把 我在盟點裡面查的每個字 都傳上去呢 然後我就很無辜啊 我就說 我也很想要 只要求下載 沒有跟你要求上載的權限 可是Android的權限模型 是把這兩個 綁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 同樣的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看到 要不做壞事 要比較花多一點力氣 要做壞事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讓我們顯然提的 比較困難的一個情況 就是要保障使用者的自由 我們要一直做額外的事情 那這邊呢 是我自己的一句話 說就是 當我想要認識一個人的時候 我想要知道的是 他覺得什麼事是重要的 他的價值是什麼 而不是他是怎樣的人 而不是他是哪一種階級的人 而不是他是怎麼樣角色的人 也就是說 我對剛剛莊老師所說的描繪 毫無興趣 我有興趣的是說 他覺得什麼事情是重要的 那我們在Freedom Zero 就是使用者應該要能夠 不受限制的使用程式 使用軟體 使用工具 的這個想法裡面 它到底實際上價值是什麼呢 我們如果要檢查一個軟體 它有沒有尊重使用者的Freedom Zero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檢查呢 那在這邊就是很快速的 跟大家整合一下 三種關於Freedom Zero 三類的想法 最左邊的是 我們在做開放圓馬運動的時候 最常強調的 就是說 你應該很容易的 就能夠去使用安裝它 不需要這個點無限多個授權 或者付一大筆錢 或怎麼樣 接下來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好用 那你應該很容易的 能夠介紹其他人來用 以及既然現在大家都連上網路了 應該很容易大家一起用 那這個呢 都是最基本的 但是呢 我覺得同樣需要強調的是 後面兩類 也就是這個 以賽亞柏林叫做 Negative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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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Something 你可以不被什麼東西 所干擾的自由 那最簡單的 就是如果你相信這個軟體 你打一些東西進去 它不應該寫你 不應該告訴你所不知道的第三者 它如果告訴第三者 應該要問過你 接下來這個軟體 不應該它在安全設計上面 很容易被當作跳板 或者僵尸 或者木馬的溫床 因為它雖然不想害你 但是如果它設計起來很不安全 那這樣子就會由第三方變成綁旋 那最後呢 它當然不應該來監控你 它如果監控你的話 應該事先讓你知道 用很清楚的方式給你知道 而且取得你的實際的同意 那當然除了以上這些 Freedom from Something之外 我們還要說 Freedom to Something 就是說能做什麼的自由 那舉例來說 如果一個軟體 你在上面打了很多很多字 存了很多你的資料 你今天不想要在這個站上跑了 你想要移到另外一個網站上 它應該讓你搬家過去的時候 不要扣留你的資料在那邊 如果你改了這個軟體的一些運作方式 它比方說調了一些顏色啊什麼 這些調整應該也很容易翻走 那最後如果你想要把這個軟體 整合到某個比較大的系統 它應該要有API 也就是說有一個應用軟體 軟體跟軟體之間講話的介面 讓你能夠很容易把它整合到別的系統 如果沒有滿足這三個 那就是它想要把你鎖在這個軟體裡面 不讓你離開 那所以說以上這九個呢 是我們現在說Freedom Zero 裡面我自己覺得需要注意的這件事情 最後呢 最後一分鐘 就是Open Source Initiative 就是開放圓馬基金會 今年換了一個會長 是Alison Randall 是我們做HIRL的很早以前的一個朋友 那她今年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The Future of Open Source 那她在這裡面基本上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說自由之一之二之三 就是大家應該大家一起協作來寫軟體 這個運動已經取得勝利 全面勝利 全世界都知道應該這樣做 那但是呢我們今天應該要回到什麼呢 Software of Freedom 應該回到說我們做的這些開放圓馬軟體 你在做的時候自己檢查一下 自己想像一下有沒有保護到使用者這些 跟後三個自由一樣重要的D0的自由 那在技術上面呢 我有參加一個叫做Sand Storm 就是沙子的Sand 風暴的Storm的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就是讓這九種自由 是不用花任何事情就可以直接取得的 也就是讓我們這些寫軟體的人 可以不用特別想就尊重使用者的這九種自由 而不是像今天一樣 一寫出來的時候 預設是都不尊重 我還要特別去尊重它 好 以上是一些基本的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坐 歡迎 再開始